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北京的楼市 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有时候在视频当中用到了一些画面 不一定是我们所谈的物业的直接的画面 可能是它周边的一些画面 因为有些朋友并不喜欢我直接拍这些小区 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讨论的是小区在不断的降价 有些朋友比较忌讳说自己居住的小区在降价 所以我也就不再直接拍这些画面了 解释一下 另外我们在谈论楼市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一些房屋特别的便宜 我们说这是一定会有特殊的原因 在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二手房买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凶宅 比如说我们曾经说过北京海淀区 卧浦桥甲6号9号楼这个房子 当时有一个提示 也就是说瑕疵说明房产系凶宅 这个房子当时没有出最终的结果 在最后是在5月19号的时候 它的变卖结果已经出了 也就变卖也流拍了 所以它最终可能会重新拍卖 或者用其他方式处理这个房产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 在北京市昌平区西关瑞明小区10号楼 这个小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成交价是139万 起拍价139万 评估价是246万 实时的二拍 只有一人报名 一次拍卖成功 所以这个房子当时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看了它的位置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所处的位置是 实际上是瑞明路小区 它这个拍卖的时候 说明我觉得似乎是有些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小区到昌平地铁站 实际上并不太远 也就是说你骑个自行车 实际上是可以坐过去的 而且它本身是处在昌平西关 京昌高速公路的西侧 紧邻着高速公路 实际上离昌平区的主体区域 也并不是特别的远 我们知道昌平区的主体区域 是在京藏高速的东侧 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区在西侧 实际上也没有离得特别的远 而且离地铁站相对来说比较近 即是进城 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去上地 或者软件员 上班实际上是可以的 包括IT公司 一些刚刚进入职场的一些朋友 完全可以在这个小区考虑一下 但我们说这个小区 为什么价格如此便宜 这就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我们说呢 在仔细的研究之后 你就可能会发现一些名堂 也就是说我把地图放到这个位置 大家就看到了 昌平区殡仪馆 实际上离这个小区 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 我想可能是把这个原因造成 这个小区本身的价值也不高 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也就是说你通过房屋中介 它的报价也就是两万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呢 它最终的成交价格是每平米一万五成交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折扣 将近是七折左右吧 所以呢 房子的便宜呢 还是有一定的原因 本身在昌平区主城区 它的房子 目前呢 实际上都是四五万左右 这种老的小区应该也是在 三万元左右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瑞明路十号楼 实际上从照片上来看呢 整个小区也并不是特别的陈旧 相对来说呢 还是可以 并且我们看到也有一定的停车位 当然了就是 我说它离这个宾馆近呢 也仅仅是我的一个猜测啊 它本身这个拍卖网站上标注的位置也存在问题 它可以标注到了京藏高速的东侧 实际上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 讲到这儿呢 实际上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这些问题的话 实际上这一类小区 它的价格相对便宜 离地铁比较近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些区域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想呢 如果有朋友比较了解这个瑞明路小区 知道它价格低的具体的原因 也不妨留言说一下 上述的仅仅是我的一个猜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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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